也拍一手來歡迎牧師 把時間交給牧師 我在年輕的時候 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步道會 那那個 講演是從菲律賓來的一個牧師 他也是個博士 然後他站在講台上的時候 第一樣就說了 今天晚上如果有人睡覺 他就不講了 第二樣他說人數太少 他說也太不講了 所以那步道會就結束了 我們他都嚇了一跳 OK 上個禮拜沒有來的 先舉手一下 上個禮拜 哇 那麻煩 那沒有關係 我從這個禮拜先講 然後再找一個時間講 上個禮拜這樣 因為上個禮拜的課程 也是滿重要 那麼這個禮拜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必須把這個 禮拜的課程我講完這樣 要講今天的課程以前 我必須把它定位在 祖先的遺傳 祖先的遺傳 你聽沒有台灣聽沒法γα的人 聽不會龐體播唱 聽沒台語來怎麼 household 對 聽沒台語來 聽沒台語要的誰音 聽沒台語的誰也唱 嗯 OK,我一邊用台語說,一邊用國語說 我一邊有時候用台灣,有時候用國語 問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學生會覺得很好笑,也很尷尬 你覺得我生得很遠,為什麼要給他唱 OK 你說我生得很難,沒有好看的人會這樣給他唱 沒有人敢給他,你知道嗎 這也是很特別的問題 你怎麼知道我的臉很像我阿公 對,我阿公 我老婆的臉是什麼臉,你知道嗎 我老婆的臉是很嚴重的 總是很奇怪,我生出來像我阿公,不像我老婆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他又出來了 就是你說,由我阿公開始跟我老婆 跟我這代,我跟我第三代是基督徒 問題的點子是在 我阿公所有發生的問題,繼續在我家發生 我們是基督徒,你知道嗎 那是不是祖先的罪 會做主,全部都遺傳到我們的身上 這個遺傳包括了肉體外型的遺傳 還有包括靈魂的遺傳 還有靈界的遺傳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麼我在幾個例子來說 前幾天欣宜跑回來 跑回來的時候 她跟我講了很多很有趣的問題 她說我們家的劉牧師 最近被我們的家屬的一個二號人物打敗了 我們家有一號的二號的三號的四號 都很可怕 那一號的現在躺在病床上 因為憂鬱症過度已經不能夠工作了 那二號就是在台中 她高中讀的是職業學校 非常普通的職業學校 但是她忽然之間 讀完高中之後 變得很會讀書 本來都不會讀書 變得很會讀書 很奇怪 她忽然之間翻轉 然後讀書都變第一名 然後考大學考上了 然後讀到法律系的碩士畢業 有沒有厲害 然後畢業以後她跟我說 她不想工作 只想享受審 你聽到嗎 因為她家根本不需要她工作 我三哥 我三哥的家 不需要她孩子工作 家境好不好 超級好 超級好你知道 但是就不需要工作 那麼家庭有了物質的祝福 並沒有代表這個家族 有靈性或是生命的祝福 那我三哥的大女兒是這樣 她的弟弟也很嚴重 也是一個憂鬱症的病患 所以你看看 我的二哥有一個 我的三哥有兩個 我的四哥比較少一點 她好像孩子們都比較正常一點 那麼我們家有一個叫Sindy 你知道嗎 我們家有一個叫Sindy 叫Sindy Sindy的問題也滿嚴重的 你知道嗎 你看他們在哈哈哈哈這樣 她沒有笑的時候都躲在房間 她這是很嚴重的那種 從天上掉到地上 然後忽然之間會很沮喪 想殺人 想自殺 所以小的時候 她就會拿著一把刀長這樣 玩來玩去 她小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怎麼會這麼沮喪這樣 最近她遇到一些挫折 告訴我說爸爸我非常沮喪 那我就把這個家族的這個遺傳告訴她 她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看到我的阿公的相片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是祖先的精神上的遺傳 精神上的遺傳 你知道這是第一樣 一定有遺傳 第二樣我再講 我們到底有什麼遺傳 像我的阿公 他是被壓制 他一直被壓制 為什麼一直被壓制呢 他是我阿嬤的長公 兩天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阿嬤 身生日本人來的時候 有一個臨機無事怕 整整的人 99歲的男生都在娶娶 所以 整整的人都沒有男生 所以我的阿嬤 需要去外地請回家來政產 我阿公就是去給我阿嬤請來政產 這樣 你怎麼生起來做政府 這樣你看 我講的面子就是這樣 我現在你看看 我講的面子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一世人都這樣 我看的面子就是這樣 就是 那你覺得很壓制 那你覺得他很壓制 他不喜樂 都每天想要祝禪 這樣 那麼有一天 我阿公為什麼姓祖 就是因為他一直覺得人生被控制 他沒有意義 否則在家裡又沒有什麼權利 因為權利都在誰的手中 阿嬤的手中 你知道嗎 阿有沒有痛苦 男人這樣活著有沒有很痛苦 很痛苦 你知道嗎 真的很痛苦 所以他想自殺 剛剛去自殺的時候 遇到一個 我們住在隔壁 從厄林搬來 我們的家鄉住的一個人 問他說 阿嬤請你要去哪裡 他說我要來死死的 我要自殺 他說要怎麼樣 他說我人都不會快樂 我們家還有鬼 還鬧鬼 所以他一直沒有辦法 脫離那個鬼的瑕疵 所以他想自殺 OK 那個弟兄就介紹他說 你去家裡走走走就好 結果他到教會 發現他家裡的鬼不見了 他就帶我阿嬤去教會 結果阿嬤有些性格的改變 你知道嗎 有性格的改變 可是那個被壓制的情況 怎樣 還是在 會不會遺傳 會遺傳 所以早期如果你在 二十年前看到我的時候 我也是每天都這樣的 然後不喜樂 所以我在西門教會牧羊的時候 那個教會的弟兄姊妹 在告訴我說 你牧師廳也在那邊照一下 不然你的臉上看得很旺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 有沒有遺傳 有遺傳 真的是遺傳 OK 你看喔 再看一個情況 你看喔 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 我們家族 一直都 落在一個淫亂靈的裡面 也就是因為我阿公是來被 來紅酒的 你知道嗎 這個婚姻其實是 在 時代的當中 一種錯誤的結合 也不得已的結合 那麼我發現到 在我家族的當中 所有的婚姻的系統 婚姻的系統都很亂 都很亂 我的阿公很亂 你知道嗎 我的阿公 我的阿公很亂 我發現到 我們的家族的 這種婚姻的情況 都不是很好 你知道喔 而且你會發現到 我們家的女人都是掌權的 你知道嗎 我現在請問我們這個 姬妹 你在家是掌權的人 請舉手一下 你在家是掌權的 這樣問我們這樣不準 男人們你在家裡 是被掌權的舉手 我這又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嗎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我去看到我的姐姐 我去看到我的姐姐 是誰在掌權 我姐姐 你知道嗎 你 我講一下 這不要錄影喔 這停一下 留下來 他會把心理的偏差留下來 他會把精神的情況留下來 會把屁銀留下來 會把肉體的疾病留下來 會把靈界的繳老留下來 問題來了 來 你看一看 等一下我會講 你看 有很多的祖先他是不負責任的祖先 爸爸如果不工作 他的兒子也有會不工作的 不喜歡工作的 你知道嗎 你可以發現到 如果爸爸媽媽有掌控性的 那麼他的孩子會不會有掌控 會要掌控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要上課之前 我們那個 歷經跑到我旁邊來 我發現他改變太多了 你知道嗎 改變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他說今天在阿嬤 阿嬤是應該誰照顧的 應該爸爸媽媽照顧 他以前沒有媽媽了 所以應該誰照顧 媽媽照顧 可是爸爸就是不喜歡工作 他就必須要去載他的阿嬤去看醫生 你知道嗎 我就發現他的愛流出來 如果你跟歷經在一起 就會發現到 他以前的掌控性非常強 所以鐘臨非常痛苦也在這裡 可是你發現到來到神的面前之後 他改變了 他今天在他阿嬤去看病的時候 他的爸爸一直罵他 說這間病人沒好 你知道那個那間病人 那間你有沒有什麼 王柏仁醫生的醫院 他說你看這間病 這間病人沒好 一直沒一直沒 我發現到一個問題的存在 他的爸爸 如果推演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阿嬤是掌權的 他的阿公是怎樣 也是不工作的 你知道嗎 是不工作的 只是出了一張嘴 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對與不對 很多人是這種情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祖先的整個生命會遺傳下來 他的罪會遺傳下來 他的性格會遺傳下來 他的行為偏差會遺傳下來 來 你再看我一下 有沒有很多人生下來就是 會嫉妒人 有沒有 很苦毒 有沒有 很容易生氣 有沒有 你看 比如說我們的家族是這樣 我說我家就是這樣 我阿嬤很會想起 所以我老爸媽很會想起 對不對 我家的人都怎麼樣 沒想起就都很穩 怎麼想起就暴怒你知道嗎 你會發現到 這種東西就會在你的裡面 而且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不饒恕 苦毒 然後那種忌恨 仇恨常常無也無故 就在我們的裡面不斷在發生 你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很多精神的情況 像我家有那個精神強迫症 或是憂鬱症 就在我的家中 他沒有辦法拔除 我等一下會教各位 你如果有這些情況 怎麼拔除掉 再來 再來 很多的屁音 這樣說 我們家的人都很愛喝酒 你知道嗎 我們家人 除了人家大概不太喜歡喝 他就是我們家不太一樣的人 你知道嗎 我們家很多人喜歡喝酒 他就是一個很另類的一個人物 他就是不太喜歡喝 不然我現在沒辦法這樣說 他還會娶婆婆 那我 我的爸爸是喝到什麼地步 喝到他死了之後 我去他撞骨 他都喝紅露的 你知道嗎 他叫他骨頭的顏色 比較紅露的 剛才同色 喝到我泡下去 泡下去 我是在冰冰 這是真的事 爸爸是這樣 你不知道 我的阿伯大家都在哪裡 都很愛喝 所以我的阿祖 叫喝王 現在喝王 這樣 我常常說 我來喝王 還有一個 我阿公叫喝泥 你知道嗎 我老爸再喝本館 之後我有一天 我生那個想生的時 我說 喝到這台就更了 你知道嗎 沒有要再喝 還在喝光 喝光 不再喝 你看那個屁隱河被丟下來 所以我常常在跟那個 我兄弟說 楊茶安 我常常跟楊茶安說 不要再喝下去 你不要說 你這樣喝 很趣 有些人 小的時候是不喝的 但是 忽然之間到四五十歲 就怎樣 想喝 來 現在我保證你看 回家裡 你好 照鏡子 你是不是越來越像你的父母 回家看看 我說生命的事情